近来不断有媒体爆出部分快递公司出售快递单泄露顾客的个人信息 针对这种情况 昨天无锡相关部门集中销毁了4893件无拙快递件和废弃快递的面单 避免让快递单成为泄密单 这次销毁活动以顺丰快递作为试点 所谓的无拙快件是指那些因为收集双方都放弃 或是运单填写错误等原因 既无法投递给收件人又无法退给寄件人的快件 以往都是由快递公司自行处理 而按照今年三月新出台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以后将每半年集中销毁一次 这对于无拙快件的集中销毁在全省上述首例 我们对无拙快件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信息类另一类是物品类 我们信息类集中销毁 那么我们的物品类将根据它的价值 所以一个有价值的物品将进行一个拍卖 上交国库 那么另一部分无价值的 但是有使用价值的我们会捐献给在区 这一代代的过期快递单 往往会成为泄露顾客隐私的泄密单 无锡邮政管理局 国家保密局 国家安全局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 现场查验快递企业移交的过期快递单 核对数量后 装车运往保密局指定的造纸厂进行集中销毁 有个别企业存在着这种买卖客户 信息安全的这个面单的行为 它可能一块钱一张卖掉 这些信息泄露后 可能给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我们这一次集中处理之后 将进一步确保这个信息安全 此次一共销毁无拙快件4893件 过期面单238.9公斤 以后这样的集中销毁 将会成为快递行业常态 来保障顾客隐私 从新疏至于 偶尽